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僵尸人》这部电影的名字又叫做《僵尸管家》 这部电影可以说让人十分的耳目一新 从未见过有如此搞笑有趣的丧尸电影 如果还有的话,真的是还想再来一答 虽然说豆瓣评分只有6.8分 但是这种崎岖的切入点让人觉得欲罢不能 在这个电影里甚至觉得丧尸有一点可爱 电影讲述的是在一个丧尸肆虐的年代 但是这个年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在末日中那么恐怖 所有的丧尸都已经被降服 一个集团制造了一种乡圈 可以让丧尸怪怪的听话 丧尸也成为这世界上廉价的劳动力 可以说有丧尸的娱乐活动、电视节目 还有丧尸的售获员各式各样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公司的人做不到 丧尸成为了家庭的仆人、女友 甚至是照顾孩子的保姆 而且在这部电影里 养丧尸竟然成为了一种潮流 没有丧尸做仆人的家庭是不够时尚的 甚至会被别人瞧不起 所以小男孩的家人不得已研满了一只丧尸回家 于是丧尸胡迪就变成了他们家的仆人 失去人性 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喜好和感情 三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暴躁 但是有了项圈的帮助 他们也是可以做一个好助手的 而他们的邻居 带着眼镜的小哥 家还和自己的丧生女友是真爱 其实很喜欢研究邻居 一开始造型有些讨厌 但是他我心我素的个性 再加上面对小男孩地米的请求 仗义元首毫不畏惧 真的十分圈粉 当然他和丧生女友真爱也启发了胡迪 胡迪也暗恋上了小男孩地米的妈妈 而地米的妈妈对胡迪也很友善 电视空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觉得整部剧里最搞笑的就是地米 为了帮助胡迪埋葬了老太太的尸体 到了晚上 小小的他将还亲自跑到墓地 一个人用铁球搞定了 变成丧尸的老太太 电影里面其实很难界定 人和丧尸在人格上的查局 丧尸除了残暴和身体机能之外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虽然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但是在相圈控制了之后 其实他们也是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的 电影的结尾 地米的爸爸意外地死去了 所以地米的妈妈 十分顺利成章地和胡迪在一起了 两个人还生下了孩子 电影里的丧尸虽然具有攻击性 但是大多数本质还是善良的 只是因为生理上的兽性 没有被控制住才会引发血案 而其中一些歧视丧尸的人群 反而成了电影抨击的对象 从形象的塑造形象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总觉得有一点影射种族歧视的感觉 地米之所以帮助胡迪 也是因为胡迪很好的照顾了他 还帮助他解决了那些欺负和嘲笑他的人 对于地米来说 胡迪是一个温柔的家人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